哈囉大家好我是悠悠 歡迎回到我們的Channel Take a Bread Morning Coffee 然後今天呢是我跟Patty從 JFK要飛到舊金山 參加我們很好的好朋友Ada的婚禮 那我們會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他的婚禮是禮拜五 所以我們會在舊金山差不多五天四夜 那我們就之後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們接下來這幾天的計畫 那我們應該會把它拍成Vlog 或者有可能就是也是有專題性的Videos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這樣 然後馬上就要登機了 那我們就上飛機之後 或者是到了舊金山之後再跟大家說 好那先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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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悠悠 歡迎回到Take a Bread Morning Coffee的頻道 我們現在呢我們剛剛也沒有剛剛降落 其實降落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然後因為我們在飛機上呢就要登機的時候其實沒有就是買一些吃的 所以就非常餓 然後所以我們剛到舊金山的時候呢就超級超級餓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呢就是在有人說 那個Fries之外呢 所有的像Pattie Burger 我的Burger 跟我點的Drink 都是它裡面的Secret Menu 就是它沒有寫在Menu上面的Item 然後我們今天會吃 然後跟大家Review 然後看 好這個呢是Pattie的 給大家看 所以Pattie這個是素的 素的Burger 然後這個叫做Grilled Cheese 對 所以Pattie的裡面呢就是有 它有兩個Bomb 然後裡面有Ladders 然後Tomato Onions 跟Cheese 對 好 然後再來呢就是介紹我的 我的這個呢是 在AML如果是大家講到Secret Menu 它是裡面就是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Secret Menu 然後它叫做Animal Style 然後它的裡面呢就是有 上下就有兩片Bomb 然後裡面呢 就是它的Animal Style 其實是有分 普通的Burger跟Cheese Burger 然後我點的是Cheese Burger 所以Cheese Burger的話就有Cheese 然後它有Fried 應該是Fried Onions 然後還有Ladders Tomato 然後還有一些Mail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Pattie Pattie就是它的米 好那我們就先來吃 超好吃 我認為是因為我太餓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 現在其實離機場大概就是15分鐘的車程 然後 我們就是從15分鐘的車程 就是從機場開過來 然後 很近 應該就是離機場最近的一家營營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跟Pattie都覺得 有可能是我們 真的太餓 我們今天是早上 就很半天從家裡出發 就是紐約 然後我們去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 然後我們搭JetBlue的飛機 12點的飛機 從 從紐約 飛來究竟山 所以來到究竟山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下午4點 然後 在那個中間 因為其實 這個兩地有差3個小時 其實說真的 現在在紐約已經7點了 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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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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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這個 這個是 這也是 就是它的 不在菜單上面裡面的菜單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 Rubier Flow 就是它 其實有 你可以單點Rubier 你也可以單點Shake 就是像 冰淇淋的Shake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 這個有點像是把兩個加在一起 就是Rubier跟Ice Cream加在一起 對 所以 待會再來喝喝看 看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 再回來講一下這個 我覺得它的Fries 我跟佩迪都不是我們的 MOST FAVORITE Fries 因為它們的Fries就 大家可以看 它Fries是細 比較細一點的 Fries 然後 但是呢 因為吃起來又有點 英文叫做SOGGY 就是 吃起來感覺是已經放了一陣子 但是有可能是 但是它們的Fries就是這樣子 綜合來說 我是覺得是OK OK 就是Fries就是一般 對 我覺得Fries其實可能也沒有比 麥當勞的Fries好吃 我覺得麥當勞的Fries 可能還比這個好吃 對 然後 我目前最喜歡的還是 Shake Shake 就是用連鎖啦 連鎖的漢堡店 然後 我來喝一下我點的這個 這個 Special Menu裡面的 Rubier Flow 怎麼樣 還不錯還不錯 就 跟我的想 跟我的 Expect差不多 就是 因為我也喝過Rubier Flow 就是 它的Rubier Flow 它其實是有點 也不太像是Flow 它就是把Shake跟Rubier 放在一起 因為通常Flow應該是 Soft Drink 對然後Ice Cream的上面 就是Eventually 還是會變成現在這個狀態 但它等於就是 它沒有給你 Ice Cream的那個 就是圓圓的那種感覺 它就直接就是Shake 加Soft Drink 這樣 好 那我們In and Out 就 在這裡差不多 就要告一個段落 那我 跟Petty的總結 就是 我覺得 有點Bias 因為我們 是很餓 我們太餓 然後來吃 但是我是覺得我的 對我覺得 就是 嗯 Eventually In Out在我們的心中呢 就是 嗯 雖然沒有到第一或第二 但是也是 大概Top 5 就是前五名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我是覺得它Burger 就是會有很多 它的Secret Menu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蠻 就是蠻有趣的 好 那我們呢 就先這樣 然後我們先回車上 然後我們接 接下來跟大家講話 應該是在 A便B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 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小聲一點 因為 因為我們剛進來我們的 那個 AMBMB 然後我想說 就給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 一個開箱 他們的AMBMB 好 那就跟著我們一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 B 立足在 B號門 好 歡迎你們進來我們的 AMBMB B 非常可愛的 一個就是 Studio的Space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AMBMB 其實從那個 就是網站上面看 感覺好像比較大 但是我們來了之後呢 感覺就是 小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很溫馨 那首先呢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 他們的一個小小的 Living Room 的一個Space 然後 他們也有 這種 就是我覺得AMBMB很好 就是你可以跟他們的 屋主互動 然後你看這裡 它有寫 So glad you're here 你看這應該是 就是 Gas Book 所以你可以寫 你可以寫 所以我跟Pattie可能之後也會寫 這都是很多人 都有留言這樣子 然後 其實我跟Pattie在選這種AMBMB的時候 都會注重一點是 我們都喜歡是 它是白色床單的 這樣才知道就是乾不乾淨 然後 他們也很貼心的都有 敷一些就是 毛巾 然後再來就是 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小小的流理台 然後 我覺得就是 就叫麻雀水小 五臟俱全 他們就有很多的 像這個Cabinet裡面 也有很多的東西是你可以 就是拿來用的啊 他們也有微波爐 在這邊 然後 還有 這些應該都是Complementary 就是 都可以拿來吃 像這個是 桂格 桂格的燕賣 應該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咖啡 然後它有附一些酒品 然後 他們這個 冰箱 對 冰箱裡面是 我覺得是沒有 就沒有什麼東西 對 然後再來跟大家介紹這面牆 這面牆就是 他們的應該是一個 art walk這樣子 它這個很酷是 這些都是不同的frame嘛 然後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電視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 就是有Netflix啊 然後Amazon crime YouTube 它也有 附這個 就是 laundry 然後最後我們來介紹 這個廁所 它的廁所 這裡 它也是一個門 就可以拉開 你看 你看 這個廁所 然後 領域間 在右手邊這樣子 對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這個 簡單的就是 AMBNB的這個tour 在這裡就要先告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今天的這個 第一天 從紐約飛來舊金山的vlog 在這裡也要先告一個段落 因為我跟Patty都非常非常累 所以我們待會應該就會稀稀睡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 那我們就明天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期待 下期待